接著來看的是 宜蘭市公所為了103年的現運 針對各項的體育選手開始進行選拔 其中像是柔道的部分 因為往年成績都相當的優異 所以市公所特別的重視 希望加強訓練能在現運拿下好成績 打進全中運 對於今年的選拔賽 市長特別到場關心 不論是男女組 大家都很用心練習 希望代表宜蘭市參加現運 而且柔道這項運動 不但能自我保護 也能強健健康 本來想要玩玩 本來想要玩玩 就是好玩 就是技巧 自我保護的 對 就學防身 尤其在年底 中生可以走到賽的期間 我們經費是非常確定的 就可以讓身體比較健康 就可以運動 健身 兩年 沒有什麼特別想學 就是想練 我們練的結果覺得絕對 我們準備要開始比賽 健身吧 市公所表示 在多位教練的用心栽培 加上選手認真練習 柔道是依然式的運動強項 也多次獲得全國大獎 因此不論是教練或選手會更努力 要拿下好成績 我們這個柔道部分的訓練 我們是以時間拉長給選手們 這些訓練的強度 我們的訓練時間都比其他的這些選手們比較長 對於著重在選手這些肌力 耐力等等的訓練 我們這個運動不但可以防身 也可以健身 但是在運動過程當中是非常的激烈 所以每位選手還是要多多注意我們自己的安全 那我在這邊也拜託大家 除了注重自己安全之外 更加在平常的時候要多加的努力 多加的練習 把我們展現最好的成績 在103年我們進軍全國的時候 再得到非常好的成績 好不好 好 這次將選拔柔道14位選手 另外角力也有18位 要參加選運 宜蘭兄記者張麗麟採訪不到